又要开业了 但是开的不是养老院 是养老院里的大学校开业了 大学校是什么 不是说是给老人上课的 是给工作人员上课的 不想当将军的兵 不是好兵 现在内部报名已经到了100多号人了 参加院长班的学习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2021年拿出1000万 用于科教兴路人才振兴计划 同时在釜山康养区 建设27号楼 28号楼 共计8千余平方的教学楼 用于康养高技能人才培训 今天到场的嘉宾 他们是盛权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兼总裁邱燕摩 荣城市民政局副局长张全 荣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 荣城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徐武 荣城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汤洪涛 威海基师学院石岳众书记 土三镇政府党委副书记张立健 威海职业学院校企办副主任郭志强 威海职业学院教育学院副院长何敬旭 非常感谢大家 博荣前来参加盛权康养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落成庆典即百名院长培训启动仪式 盛权养老职业培训学校 从2013年成立至今已有八年多的时间 一直秉承盛权集团一切为了老人 为了老人的一切的理念 在打造一支为天下老人服务的校外大军的指导思想的引领下 致力于集团七大养老基地一线养老工作人员的技能培训工作 目前已培训培养七百多名执政上岗人员 并取得了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资格 成为了养老汇丽员新型学徒制的先行者 掌声有请名发编砲 剪踩了剪踩了 剪踩了